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中的羊桃是台湾夏季的代表性水果 具有消暑解渴的效果 谈判羊桃的种植分布在中南部较多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带你快去拜访 种植羊桃已经有30多年经验的 云林县刺同乡果农林昆山 他们夫妻俩共同经营果园 种出来的羊桃果实饱满 植多味美 深受大众喜爱 羊桃产于热带及雅热带地区 横切成一片片像星星 又称星星果 台湾生产羊桃历史悠久 早期种植的都是酸羊桃的品种 果实效 吃起来酸酸色色的感觉 林昆山用戒指法 将传统酸性的品种改良 让过去羊桃的青色感消失 果实大 甜度高 它比较生产的时候是生鸟的 生鸟的时候 这种植起来的时候是白的 白的就是二年转五万头 那种的 毕竟那个价值不好 所以说我上面植起来的时候 就植马来西亚 我这个月会流起来 流起来的时候 我在这里切掉 接这种较好的植 进去传粉 因为它起来的时候 它的果实的形状会起来很好 而且起来很漂亮 但是马来西亚的植的时候 你没可能用马来西亚的肥 自己传粉 我们决定要用其他的植 像这种的植 像这种的植 我们就会这么配植 它的肥 再来传好马来西亚的植 所以说它的结果效果很好 林昆山表示 刚开始种植羊桃时 遇到病虫害 不知道如何预防 农业试验所的药物效果不张 只好想个办法 将羊桃树上面盖个网子 出乎意料竟然病虫害消失了 一回忠试专政都发生了 那个西亚性斑点病 但是西亚性斑点病的时候 农业所提供的邮文 都没说好 还没说很好 后来的时候 我们说跟基因不好的时候 没关系我们就帮忙碰到款 结果帮忙碰到 第一次而已 西亚性斑点病 自然传我们不去 传我们不去 到底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 医院猜测 有可能是防止紫外线第一 第二就是防防止污染 空气污染 是不是这两种 他们去的西亚性斑点病 它的诱因也不知道 用自然防治法 来预防病虫害 果农抓幼鹅有绝招 装上性肺若萌诱杀器 让幼鹅自己跑进去 简简单单的装置 效果很好 幼鹅气是怎么 它会造成这个汤底 就是利用这个味道 这就是农业水泉手 跟农业感染场的时候 它试验出来的时候 这种幼稚的味道 它在拼到这个味道 它现在在拼到这个味道 它在拼到这个味道 它才能扛进去 这个扛进去 这个扛进去 所以说它每次乳 每次都得到 杨桃是热带果树 喜好高温及阴湿的环境 适宜的生长湿度 在21至32度C 气候与温度 冷热都有关系 人类装置喷水器 设定时间喷水 夏季时也能降温 它在噴霧的时候 会吸气微转动 所以说它噴霧的半径 差不多5公里 所以说这个距离的时候 我们一只吃一只去的 所以说整个都噴得到 如果天气弱的时候 一件事 我们要有一个主人控制 你把设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钛码 钛码的时候 你可以这次噴15分钟 你看多久要噴一次 你自己设定 日式休息自己设定 利用开核式网式来控制产棋 当杨桃开化时期 网子就要打开 让蜜蜂受粉 成功率很高 平常时 往事是密合的 这边显掉的 结架很长的 那边盖掉的都不夹 当后这边又扭掉 这边又扭掉的时候 这边夹这边都不夹 都可以证实 盖蜂子 是不能长年都说盖蜂子 要穿粉的时候 你就要扭掉 没有穿粉的时候就要扭掉 杨桃开花很漂亮 都是开在树枝上 果农为了不让杨桃 受到外围的污染 把杨桃果实套上袋子 使果实外表保持清洁 美观 品质好 价格高 你处理得很干净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淘汰 受到外界灰尘 下雨 一些外界因素 这个高的时候 都会产生斑点 所以说 在这个情形之下的时候 我们如果把杨桃 涂起来 在这个金桃 跟满下来 也是同样的金桃 测试施肥比较有益的方式 距离树头不远的地上挖洞 再次有机肥 改善土质中的酸度 提升蓬松度 让根部有效吸收养分 才能提升果实的口感 成为最高的品质 有这个黑桃的时候 把它放在里面 把它扣掉 我平常是 要用100公斤 要用100公斤的肥料的时候 我用50公斤 我要比100公斤好多好 但是它处置性比较重 我们用的肥料的时候 不能完全用化学肥料 我们起初的机会 确定要用有机会 我们每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头状都会丧价 我们都会丧价 去发现 它里面 毁掉的成分含量 是不是有重金石的含量 夫妇两人投入栽种 管理杨桃 使杨桃有个清洁的环境 品质好 价值高 看到果实有所收获 也感到很欣慰 做事人的心想就是 用心在鼓 用他的爱心 跟他的专心 耐心 我们的主要就是 介绍爱好 要有人做人 打的 他做人 认同说 这种的东西就很好吃 品质就不错 我们来打欢喜 做的人就欢喜了 杨桃的品种多 目前林昆山种植的 是马来西亚品种 成熟时有绿色转金黄色 果实饱满风味佳 糖分高 鲜力润滑的外表 看了就让人垂涎欲滴 这鲜力润很甜 很软湿的 很软湿 你吃这样 口感很好 还有一种酸杨桃 果实较小 价值低 适合做副产品 在彰化县花团乡 吊昌土 种植多年了 园区内有生产多样品种 专门做酿酒 或是用来酿制果汁 制作蜜餞和果酱 杨桃干等 味美而香醇 具有特殊的风味 酸杨桃特别好处 它就是它做起来的 副酸品 就是酸杨桃做起来 它的口感更好 很多人都吃过杨桃汁 但是很少人会做呢 酸杨桃采收后 经过清洗切片 参入盐巴 酸杨桃的苦涩之挤出后 以比例放糖 装进桶子里面发酸 就成为杨桃汁了 你淹水后 那个口水倒掉 然后再淹入之后 就是一斤 因为糖要两斤糖 杨桃鲜果 内含蔗糖 果糖 葡萄糖等 多种营养成分高 对于人体 有助消化 滋养保健功能 吃料比较油 比较油 比较油 这几个吃 感觉消化 血糖比较好 不论是适合做 副产品的三杨桃 还是作为鲜食的田杨桃 都是农夫们心血的结晶 当我们吃到好的杨桃时 别忘了感谢农人们辛劳的付出 欢迎回到美丽新台湾 由百香果故乡之称的普里镇 是全台湾百香果产量最高的地方 其中以大平顶观光果园产量镇大多数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快点去了解 百香果好吃的秘诀是什么 还有这里的果农是如何将采收下来 绿绿的百香果 转变成香甜紫红色的果实 一块去看看 百香果的花朵盛开时 很像石中里头的表面刻画 所以在早期 日本人称它为石济草 本省则叫它石济果或石中果 这几年来 更以杂交大型紫色种的台农一号 最为受欢迎 而位于海拔大约650公尺的大平顶观光农园内 随处可看到锤挂在棚架上的百香果 苛苛浑圆 清脆光滑 原本从事农作耕耘机的正尊良 二十几年前 因为看好百香果的市场 加上这里环境适合百香果生长 便开始大面积种植 在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上 我们这里比较少于 适合百香果栽种一个地方 全台湾省 在大平顶这边 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我们这里出的百香果 最主要是 在我们这里的日月温差有够 在我们这里的品质是什么 跟外面比起来 我们这里的价格很好 最近埔里的话 它的品质跟我们这里就差不多了 海拔 在郑俊良的园子里 除了可看见粒粒饱满清脆的果实外 朵朵盛开的石中花 是最美的画面 花瓣上 驻留彩蜜的蜜蜂追逐画面 更是分外的斗趣 早期在母亲姐之前 因为蜜蜂都不爱说我的彩虎粉 所以一般 在母亲姐之前都刻人工素纹 人工素纹 它就是蜜蜂的花粉 刷开到面上 它这个胸蜂的面上 自然产生的 是受粉完成了 每天就要这样 路路细细 每天就是要这样做 它的雌蜂同体 雌蜂在那边 雌蜂在面上 就是这样起来 它就是人工素纹 因为百香果是健光性的花朵 郑尊良每天得在早上十点 到下午五点的黄金旗 就要赶紧完成人工授粉的工作 他怕你没点 到那里面 就没效了 没效 就落地了 落地了 就落地了 不是哦 那你不就要一直很 一直开你就一直点 一直点 一直点 对啊 你就没有果实了 对啊 对啊 他这个就没成功了 没成功就是这样啊 对 他就落地了 所以我们的果实是在里面这粒啊 它的快速成长啊 一天就定了 一天就大起来了 最后第三天第四天的果实了 原来要吃到这么好吃的百香果 是要抢时间的 当夕阳西沉时 就已经决定百香果的一生了 经过授粉成功的百香果 大约三个月后就可以采收了 看见郑尊良熟练的 将一颗颗的百香果丢进桶子内 桶子内的百香果 竟然几乎是全绿色的 这样能吃吗 现在就是说讲究 不要让肩膀要抢手 跟不过一样 它会抢手的程度啊 只要说你看它 它这个有转色的时候 你就听它把它收起来 这样不然待会更熟了 更熟就更不好吗 不是 现在就是说 更熟它会掉到肩膀的时候 比如说这边的 像现在楼梧会淡米 会蚝 会皮蚝蚝 它就没有卖相了 现在是讲究卖相了 对 所以你一定要跟一半 差不多要熟了 七八分熟就已经卖起来 对 上面采的就是 没有落在肚子 没有壮子的时候 落在肚子就是会生 摆的时候 它就是完整的 没有震荡过 你吃的甜度就够很高 原来百香果的 怕脑震荡哦 对啊 一般本都不知道这个状况 要吃甜的就是上面摘的 或是卡在上面 没有掉下来 就比较甜 那你掉在地上的 它就会发酵 酸度会提高 是这样 但是不是每一颗百香果 都那么幸运 能够被主人选上 成为出售的对象 受粉不良的 所以说它的格式会变 摇虚 不是像正常的格式 是这种的 对啊 受粉不良是怎么样 是你跟它 能够说受粉还是 不是 这个 这个 尤其是自然受粉 所以说 它味道不太好 它是已经有起来 但是就是说 天气问题 和土壤问题 所以说 它的格式都要補起 这也有 生理因事就对了 这种生理因事 较增多部分的那种 人工受益就不会 这个问题 人工受益没这个问题 除了微缩干扁的百香果 造成产量减少外 地理环境的变迁 土壤变质 也是郑俊良 这二十几年来 产量逐渐减少的原因 因为毒素病 因素的产量会减少 然后 现在来的 渐渐就是 不必管理 外来的 一些昆虫 梅植的变 都在地 在地挖来 尤其 以前像这个果营 也不影响到 我们的百香果 现在果营 也已经 有影响到 我们的百香果 我希望农村 它可以说 对这个果实营方面 可以来 在我们这个地区 架很大的功力 来全面 来突发 尽管外来因素 是百香果的产量 越来越少 但是看见满地 如苹果般色泽的果实 对郑俊良来说 这就是最大的快乐 因为这里粒粒的果实 可是郑俊良 用最自然的方式 孕育出来的 海鲜菇 它比较清 比较清 我们就要利用 把保温效应 让它吹好 使用一些毯子 棉被毯子 环布来保温 它出来 它的颜色的转换 转换 像它吉红色的边 这样 要几天 这三天 三天就变紅 对 三天就变成这种了 最好吃还是第二种 这种最好吃 这个最好吃 这个品质也最好 纯粹是用它的温度 去给它活手 百香果除了有着色香俱全的外表 要吃到百香果的酸甜真滋味 那可是有秘诀的哦 这个百香果 用切的口感 跟剥的口感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它切的时候 那个纸或者会收到刀片的 伤害 那如果用剥的话 它里面的那个纸 还有它的果实 上面不会受到破坏 所以它写起来会比较甜 那切的话就会比较有那个 受到伤害的话 那个甜度就会被受到破坏 大品丁百香果 到底有什么特色 甜啊 果实方面都很杂实啊 它有它的特色 它甜度啊 或者那个风味的感觉 都特别的强 而普里大平顶的百香果 虽然受大环境的影响 产量减少 但是经过正寸粮的努力栽培 和用心采收 让消费者吃出香甜的好滋味 木瓜是台湾一年四季都有的水果 柔软的口感跟甜蜜的味道 深受国人的喜爱 木瓜与牛奶搅拌一起 做出来的饮料 木瓜牛奶 更是台湾道地的饮品 位于嘉义县中风厢的 香名张志峰 它以特殊的方法栽培剖头木瓜 打造出它的木瓜王国 让我们接着看下去 您知道木瓜树剖头 还能活得好好的吗 一般的木瓜都是高高瘦瘦的 要采收还针对功夫 需要拿楼梯才能采得到木瓜 若是遇到刮台风下大雨的时候 很容易折断 为了避免大风大雨 张志峰只好动动脑筋了 因为我们台湾台很高 所以我们的研究这一步也是针对风胎 所以这个东西 以整理 hå 像油沐沫的 我們放鯊比較不怕也不會倒 這個生活做得不好 大家說這樣不錯 放鯊來都不會倒 減少我們的損失了 木瓜剖頭技術 是指木瓜大約在兩三個月大時 再進步切幾刀把它剖開 轉90度之後 用鐵架支撐重力穩定後 再讓木瓜繼續生長 所以把這個鋼魚消毒 它就是鋼魚鋼魚 它就不會刺青感染 所以說這是最關鍵的 是它的傷口罩 你把它處理好就沒問題了 這些木瓜的手段 都在擠這個鐵架而已 所以它的支架 不能夠有鋼魚鋼 所以這個支架 它的功用很大 它就把整個木瓜都撞掉 它的木瓜都是一樣的形態 所以算是在這個鐵架上就對了 所以它這個木瓜 就不會往下落下這樣 如果偷偷的時機 與高度拿捏不好 或是沒有進行傷口消毒 都可能導致果樹死亡 因此失敗的機率相當高 每一棵木瓜樹能健康地成長 張之鋒心裡便感到安慰 他就忘了辛苦的一面了 經過張之鋒的副頭技術處理後 可以將木瓜受命延長 木瓜的甜度和口感會更好 因此它發現這種方式 不僅可以減緩木瓜生長速度 更有趣的是可以坐在樹徑採滾 可以坐在樹徑採滾 可以坐在樹徑採滾 最上的木瓜都差不多三年 我們現在改變這樣 可以稍微切斷 一家木瓜會稍微切斷 在這裡採收後 牽液 爛可以沾木瓜在這裡坐的休息 因為臉上的休息 我們在休息也是涼涼的 所以也有空間 所以在這裡 坐在這裡也不用帶椅子來這裡採牠 所以木瓜都聽那麼多 一般傳統木瓜 栽培會有許多的問題 譬如甜度不夠 肉質太軟 包存不易等 而張之鋒經過自己用心 研究不同的栽種方式 讓果肉甜度和品質也跟著提升 品質最少是蝴酥的關係 蝴酥很怕蝴酥 所以它的水分很高 所以它的程度會減少 所以我們這個蝴酥 它就是它蝴酥的 它的水分會比較少 所以它的行動會比較慢 那個蝴酥會比較結實 水分比較少 它的程度會比較高 所以它的條件會比較好 張之鋒為了防止蜂害 避免病蟲害侵襲 必須使用往事栽培 加上嘉義縣市北回歸縣 經過的地理區域 早晚溫差大 種出來的木瓜不僅慢像好 口感佳 風味獨特 這個蝴酥是最美的 是防蝴酥的蝴酥 所以你沒有帶蝴酥 沒過這個蝴酥 在我四個月沒有種 所以這支要往事的 那些蝴酥油 要把蝴酥 蝴酥 糖尿 比較沒有用農油 為了我們農業產量的東西 來研究 所以現在的效果也不錯 張之鋒表示 在種植過程中有訣竅 但周遭環境也是很重要的 木瓜在生長過程中 需要適用有機肥 保持土壤不受污染 排水系統良好 根部才不致腐爛 我們四肥都平均一塊一塊 都是有有機肥 比如豆腐 土豆腐 都原料的有機肥 它的木桂層的環境 不要生老沙 環境生老沙 它是山上的面塘海 環境比較好的部分 它算是新生起來 會變得比較少 我們管理起來也是比較好管理 嘉義縣 中埔鄉 龍門村 早期被稱作木瓜村 因為當地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 都在種木瓜 張志峰退伍後 便返鄉投入木瓜栽植的行列 和父母親一起管理 採收兼行銷工作 我從這個木瓜 也是由我們爭議開始 所以一些那些前輩子 都蒸木瓜 他跟他們說 說木瓜也要蒸這木瓜 跟他們說也比較有的 因為我們本身沒有蒸木瓜 我們沒有來 這個木瓜的作業 所以說 每天都會蒸木瓜 越做生態越好 木瓜斑就是都要蒸 兩百星 三百星都要蒸 我們四方都要蒸 豆瓣都要蒸 要種出高甜度的木瓜 選擇品種很重要 目前張志峰種植的是台農二號 一般消費大眾接受意願高 而且能做出各種木瓜的料理 木瓜品種很多 是台東二號 台灣的消費者比較有緊張 所以它的形態漂亮 吃起來比較不錯 它的木瓜是比較大顆 不會說太小顆 我們台灣人如果要吃種木瓜 這可以用很多行的料理 蒸木瓜粿 然後就拌入蒸乾 烤入木瓜 沒用過米粉 再來做木瓜油飯 吃起來會泡菜 站到一桌了 很美味 像是木瓜大餐 木瓜栽培新創意 不僅讓張志峰得到90年 嘉義縣中埔鄉 杰出青年农民和94年优良师伴农家 展现台湾农民栽培技术的一大突破 也是唯一申请木瓜栽种技术专利第一人 让木瓜产业更具市场竞争力 正所谓365行行行出状元 台湾人享有水果王国的美名 除了得颠独厚的地理环境之外 更重要的是 这些果农们努力不懈的栽培与用心经营 才让我们可以吃到种类繁多 枝多未美的水果 感谢您的收看 美丽新台湾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